霍洛的内心深处始终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当他听到卡丽姆一边攻击 一边喊出霍洛克乌这个名字时 霍洛就彻底地恼羞成怒 仿佛被触碰到了逆龄一样浑身满是怒火 他痛恨这个名字 因为叫这个名字的混蛋 亲手害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啊 霍洛的记忆闸门被打开 那时候霍洛的名字还叫霍洛克乌 在北海道的一所学校里浑浑噩噩地念书 这天霍洛的班级里来了一个可爱的女转学生 她是水坝建设公司老板的女儿 同学们就称她为水坝女 小女孩上学第一天就明显对霍洛有兴趣 她觉得霍洛克乌这个名字太拗口了 就自作主张地给她改名霍洛霍洛 霍洛当时都懒得搭理她 可放学的时候水坝女还是跟在她后面 霍洛于是只能泄气了 她告诉水坝女 自己是一个受排挤的人 跟她走太近的话会受到同学们排挤的 但水坝女却说 自己父亲因为打算拆了这里的村子建设水坝 所以得罪了无数人 导致自己周围的人也都不喜欢自己 因此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听到这些后霍洛也震惊了 她开始经常跟水坝女一起玩耍 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到了冬天 这事还是被霍洛族中的长老知道了 她让霍洛离水坝女远一点 他们一族是与自然共存的神灵之子 神灵的代表狼就是因为人类的原因 才逐渐消失 而水坝女的父亲 甚至企图改变山川河流走向 来毁灭这片大地 所以霍洛是不可能与水坝女做朋友的 年幼的霍洛隐约理解长老对她的深切期望 她开始逐渐疏远水坝女 女孩子十分茫然无措 她不知道霍洛为什么突然不愿意跟她一起玩了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想毁灭了这个村子吗 面对着痛苦的一筹莫展的女孩子 霍洛心里也十分难受 她无法将事实告诉水坝女 只能远远地避开她 结果从那天以后 水坝女就再也没来上学了 等霍洛再次得知水坝女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初春 霍洛才知道 水坝女那天并没有听自己的话离开 她为了追自己 在雪山里遇了难 霍洛知道 这一切的悲剧都是自己造成的 她无法原谅自己 从那以后 她便舍弃了一切前行修行 希望有朝一日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通灵者 向水坝女好好道歉 她还要打造一片水坝女最喜欢的巨大绿草田 这件事在霍洛的心中一直是一道堪 她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今日卡丽姆再次提起此事 霍洛彻底怒法冲冠 她一拳砸向卡丽姆 似乎想将自己过去的错误一起打碎 这让卡丽姆都兴奋了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一直跟在霍洛身边的库洛洛 突然浑身冒出光芒 她的身影快速长大 居然变成了一个少女的模样 原来库洛洛就是水坝女 这一幕让霍洛都惊呆了 水坝女告诉霍洛 那天她被冻死在雪山 为了指引她的灵魂精灵们出现了 可是水坝女却没有跟精灵们一起离开 她心中还有一个执念 就想问问霍洛疏远自己的真正理由 看到水坝女如此执着 山神就出现了 她告诉水坝女要想留在这里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成为小精灵 永远守护这座山里的紫密 不过变为精灵以后 就只有一次变回原样的机会 那就是在主人寒冰融化的那一刻 现在霍洛终于肯将心里压抑许久的秘密说出来 她终于做回真正的自己了 所以水坝女也借此机会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虽然重逢的时间短暂 但水坝女已经心满意足了 从今以后 她还是会以持有灵的身份陪在霍洛身边 永远也不分离 霍洛感谢上天能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 更感谢卡利姆帮助她解开心结 所以霍洛能做的 就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一招将她送走 这样的卡利姆 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 很快战斗结束 卡利姆变成一捧黄土 不过有趣的是 战后霍洛和库洛伦逆威在一起 霍洛直接处于了懵逼状态 她就这样傻傻地跟着麻仓叶等人 来到了森林场景 大家进入树林后发现 这里空无一人十分意外 但其实看守场景的祭司列尼姆 早已经隐藏在他们身后多时了 他的超灵铁石变色龙 最善于隐藏跟踪 就在列尼姆洋洋得意 准备瞅准时机偷袭的时候 李赛鲁突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列尼姆吓了一跳 难道李赛鲁看到他了吗 实际上 李赛鲁是通过聪明的脑瓜推理出来的 从剩下的场景和祭司的组合来看 守在这森林里最合适的 就是由变色龙之灵的列尼姆了 如果根据变色龙的习性和列尼姆的性格 很容易就能找到列尼姆的藏身之地 李赛鲁随即向身后随手一指 果然就准确地指出了列尼姆所在的位置 这让列尼姆惊得汗如雨下 而就在列尼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李赛鲁身上 一只呼呼大睡的小黑塔欧巴球 爬到了列尼姆的身上 从刚才开始 列尼姆的心理活动就十分剧烈 那打小算盘的声音 吵得小黑塔完全睡不着 他一怒之下变成小绵羊 一脚踢飞了列尼姆 列尼姆被小黑塔一提子秒杀 世界终于安静了 通往下一个场景的门打开了 大家却没有着急离开 因为他们很好奇 小黑塔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叶王要把欧巴球留给他们呢 麻苍叶还真是略知一耳 那天晚上叶王和大家泡完温泉后 曾经被麻苍叶的心声吵得睡不着 因此把毒心术的秘密告诉了麻苍叶 其实毒心术源于寂寞 当人太过在意外界其他人的看法的时候 洞察人内心的能力就得以越发见长 安娜就是从小 因为通灵能力太强大 以至于被父母抛弃 终于看着大人的脸色度过了童年 所以不知不觉中 他洞察人心的能力就越发强大 以至于滋生了心魔 好在麻苍叶当时和古宗一起 消除了安娜的心魔拯救了他 叶王不禁有点羡慕安娜 他以前也曾经有这么一个 能拯救他心灵的好友 名叫已破千代 其实叶王之所以给小黑炭起名欧巴球 也是因为两者发音相似 可是那人却不知所踪了 听了麻苍叶的话 龙哥他们十分奇怪 叶王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秘密 告诉麻苍叶 麻苍叶也说不清楚 但他总觉得叶王 是等着自己去打败他 或者说是去拯救他 就像马尔科说的 要用巨大的爱拯救叶王 一群人说着来到了 第七个场景洞窟 这个场景的看守祭司是尼克罗姆 因为他跟道林的恩怨太深 所以这一关自然由道林来解决 尼克罗姆亮出自己的石油灵蝎子 他挥舞着蝎子的尾巴 就这种程度的攻击 他根本不犯在眼里 道林甚至不需要使用甲腹式超灵体 只是简单的附身合体 就将尼克罗姆打得遍体鳞伤 道林一招中华斩舞过后 尼克罗姆浑身就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道林见此告诉尼克罗姆 要想为哥哥报仇 就麻烦尽情地释放怒火 尽情地恨他吧 与其压抑仇恨 还不如彻底释放他 道林让尼克罗姆用出 他珍藏的另一个超灵体 那就是他哥哥古洛姆留下的紫色飞腿 于是在道林的鼓励下 尼克罗姆终于彻底释放了心中的情感 他使出了哥哥引以为傲的持有灵 紫色飞腿的速度极快 一招舞动昆虫将道林打得飞了出去 道林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尼克罗姆的下一次攻击接踵而至 蝎子的梦幻毒针猛出道林的身体 道林挨了尼克罗姆这么多攻击 一直没还手 他真的是让尼克罗姆在发泄心中的怨恨 而随着攻击的继续 尼克罗姆也在慢慢地释怀 两人其实都很明白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能一直沉迷在悔恨之中 此时时间已经不多了 道林终于使出神武一世全力一击 强大的雷电力量 瞬间将尼克罗姆劈得灰飞烟灭 这时天地间突然震动了起来 那似乎是心跳的律动 看来夜王即将苏醒了 马仓也等人赶紧马不停机地赶往第八个场景 看守这个海洋的祭司名叫塔利姆 道林十分心急 看到塔利姆出来 直接一个炸雷就劈了过去 却不料塔利姆躲在了木头里 塔利姆说 自己拥有植物之灵 所以雷电对他无效 于是霍洛接着窜出来 植物可是最怕冰冻的 他一招尼波波拳打向塔利姆 却不料塔利姆又躲在了一朵花里面 冰冻对他也没有效果 塔利姆种出了一株藤蔓 藤蔓迅速生长 将霍洛和稻莲紧紧缠住动弹不得 龙哥见此赶紧上去帮忙 却被塔利姆的凤仙花炮弹打倒了 塔利姆说 自己还有许许多多植物之灵 对付眼前这几个人绰绰有余 这时许久没上场的巧克力冲了上去 却不料塔利姆居然种出了大王花 那臭味熏得巧克力满地打滚 塔利姆已经不想再陪眼前的人小打小闹了 他放出超灵体大凤仙花 眼看着凤仙花的种子 如暴雨一般习下麻仓叶等人 结果巧克力大吼一声 将自己的持有灵米克和阿巴先生结合 使出了超灵体硬空气 竟直接将空气超灵体化 发动了无比剧烈的狂风 这招式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巧克力的污吏都要被这无边无际的风吸干了 而在这样的狂风吹拂下 塔利姆的超灵体终于忍受不住枯萎了 塔利姆很无奈 风会让大地干涸 让植物枯死 所以巧克力果然才是自己的克星 塔利姆决定反击 但巧克力再次污吏爆发 将塔利姆一口气干掉了 巧克力有些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塔利姆最后是微笑着死去的呢 他好像没有使用权力吧 众人通过了这关 巧克力也无力耗尽 累得走不动路了 众人来到了第九个场景冰川 守在这里的祭司就是席巴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的成长 席巴感觉十分欣慰 记得当初自己测试麻仓叶的时候 他还是那么的稚嫩 而如今却不光自身实力强大 还聚齐了这么多的伙伴 席巴使出了超灵体图腾炮零距离射击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麻仓叶 打到了冰川下的深水里 麻仓叶刚用盾牌挡住了攻击 席巴的下一步攻击紧跟而来 他的超灵体血肉之枪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沾满麻仓叶的鲜血了 麻仓叶不躲不闪 使出了阿弥陀流后光阵 挡住了凶残的血肉之枪 两人随后从水里打到天上 看着如同小太阳一样 散发出强大污力的麻仓叶 席巴真的有种 无家有儿出掌成的欣慰感 他笑着冲向麻仓叶 两人刀尖相撞 引发了山呼海啸一般的震动 在震动过后 一切归于平静 麻仓叶将席巴一键穿胸 他们成功通过了第九个场景 在麻仓叶 他们在姆大陆奋力拼杀的时候 留在岛上的万泰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夜王变成了一个 深重魔法的公主 被关在神秘的姆大陆上 而麻仓叶等人为了拯救公主 踏上了探险之路 万泰被自己这个梦吓到了 突然 安娜的声音在万泰背后响起 安娜说 安娜霍尔的超灵体 尸身人面像 还有潜水模式 他们要与所有人 都进入到尸身人面像里 他们要乘坐尸身人面像 去某大陆 将剑陀罗带来的精灵们 送给麻仓叶他们 这个时候麻仓叶等人 正在地势场景门外研究战术 地势场景是宇宙 麻仓叶等人纠结 要不要用超灵体 将身体包裹住在进去 龙哥建议 用自己的超灵体 大蛇号的头部 把所有人包起来 这样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但龙哥心意已决 于是一行人终于打定主意 朝着最后一个宇宙场景进发 进入宇宙场景后 大家遇到了最后一个祭司 拉扎河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家伙居然长得跟外星人一样 道连率先对拉扎河发动攻击 拉扎河使出一招麦田怪圈 道连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 竟不受控制的摔向周围墙壁 拉扎河随后又使出了 超级麦田怪圈 让龙哥的整个大蛇号 都跟道连一样 被重重摔在了墙壁上 拉扎河眼看大家并没死 还觉得自己有点失败 于是他放出了超重体验 所有人都被自己的重量压得 连头都抬不起来 更别说发动攻击了 拉扎河告诉马苍野 其实帕奇族的神秘力量 与外星人息息相关 很多年以前 外星人驾驶的飞船 出故障坠毁在地球上 是帕奇族的先祖救了他 因此让他与帕奇族祖先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甚至包括神域牌 都是他外星祖先搞出来的研究 而最初的通灵者大赛 更是与外星人息息相关 眼看通灵王已经快要苏醒 拉扎河不再跟马苍野等人废话 他要用超重力 将面前的几个通灵者 全部都压扁 但神奇的是 拉扎河的力量 对马苍野似乎完全不起作用 马苍野告诉他 这是污力无效化 无论拉扎河使出失重 还是超重归根结底都是污力 只要是污力 自己就能让他无效 马苍野说之使出了 无无名义无 解除了拉扎河的超灵体 没了外星人的皮囊 拉扎河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可就在马苍野 即将发动下游轮攻击的时候 所有人的神域牌 突然响了起来 大家低头看到 神域牌上只有四个字 真渺小呀 与此同时 宇宙场景突然停止工作 本来漂浮在半空中的人们 全都掉到了地上 这意味着通灵王已经苏醒了 在海里寻找 姆大陆入口的安娜等人 也感觉到了异样 下一秒 尸身人面相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就连休养中的霉灯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然向霉灯袭来 顿时天地变色 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 夜王已经醒来 没有任何人能打败夜王了 就在这时 帕奇族长老戈德巴大人 使用超灵体砸破墙壁 进入了宇宙场景 他手下的两个小女孩 只看了夜王一眼 灵魂就被吸走了 戈德巴一时间有些悲伤 又有些兴奋 他激动地大叫着 没想到世界上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话音刚落 一股死亡的气息 从后面传来 是夜王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于是戈德巴的超灵体 连同他整个人 全都在夜王的眼神中 化为虚无 龙哥刚谈眼看了一眼夜王 灵魂瞬间被抽离 整个人毫无预兆地死去 而蜥蜴狼也变成了一团灵魂 跟龙哥和戈德巴的灵魂 一起被夜王吸进体内 很快 巧克力 霍洛 盗莲 李赛卢 他们灵魂先后被抽离肉体 成为了夜王的一顿美餐 在夜王的威压下 仿佛所有抵抗都是徒劳 所有力量都会沉浮于 这个星球唯一的王者之下 小黑蛋这是害怕的 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直觉地认为 眼前的人不是夜王 夜王没这么残忍 就在这时 马层也猛地冲上去 手起刀落 结果就将夜王的头颅砍掉了 马层也知道 站在这里的夜王 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 夜王操控他的尸体 过来把自己的朋友都杀了 这是对他最后的考验吗 此时夜王滚落在地上的人头 突然邪魅一笑 一道亮光攻向马层也 尽管阿弥陀安帮他挡了这一击 但马层也依旧死于非命 马层也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圣灵魂内部 夜王就站在身后 不过马层也现在 却似乎完全没有战斗的念头了 夜王成了通灵王 真的不是可以通过战斗胜利的了 夜王告诉马层也 只有被通灵王召唤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这里 马层也问夜王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夜王表示自己要毁灭人类 马层也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连一句劝动的话都没有 其实他也没那么喜欢人类 人类确实将这个星球搞得乌烟瘴气 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 马层也说 自己战斗至今 其实都带着追求 想要推倒一切的目的 于是夜王告诉马层也 你之所以会输 就是因为对人类恨得不彻底 对人类还存有迷惘 不过现在好了 你已经不需要迷惘了 因为哥哥把你真实的人 都带到了这里 大家都可以摆脱 那个即将毁灭的人间地狱 然而马层也内心却并不欢愉 待在这里是没有未来的 没有办法与未来的家人和孩子相聚 这话夜王就不爱听了 看来这个宝贝弟弟 还是对人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啊 他打算把马层也送出圣灵魂 让他在外面受尽苦难 想明白再说 结果马层也没想到 自己的能力居然失灵了 马层也拒绝离开圣灵魂 夜王想不明白了 这里是通灵王的领域 为什么自己的意志会失效 难道马层也也具有通灵王的能力吗 突然 几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夜王转头发现 道连 霍洛 巧克力 里塞鲁这些人 竟然都在 原来他们五人似乎是主动得到了 五大精灵的认可 拥有了构成圣灵魂的五种力量 所以才能进入圣灵魂里面 道连感谢夜王 要不是他弄死了大家 大家也不知道进入圣灵魂 直接就能得到五大精灵呢 话音未落 道连就开始炫技了 他与雷精灵结合 将夜王劈得外焦里嫩 霍洛紧随其后 与水精灵结合 把夜王冻得结结实实 巧克力随即与风灵结合 将夜王搅得翻天覆地 里塞鲁与火灵结合 熊熊烈火疯狂焚烧夜王的身体 麻苍叶看着这一幕有点害怕 大家下手是不是太狠了 不过道连觉得 即使这样也无法杀掉夜王 他将土灵交给了麻苍叶 想让麻苍叶也加入到 鞭挞夜王的队伍当中 他们现在不想消灭夜王了 只要夜王能成为一个 贤密的通灵王就行 这让夜王听了相当气愤 已经不想再对这些小朋友 手下留情了 他要动用通灵王的超灵体 用圣灵魂干掉麻苍叶 这些妄图挑战他的小子 然后麻苍叶等人就看到了 这辈子都难以想象的奇观 夜王的巨大超灵体 圣灵魂 麻苍叶等人几乎都看愣了 夜王告诉大家 五大精灵就算再厉害 也不过是地球上 大自然的威力罢了 通灵王的力量是星之力 结果不用打遍可想而知 夜王使出了太阳药般爆发 道灵一看不好 赶紧打开防御屏障 结果夜王不慌不忙 又使出了日耳 见此经经 霍露与巧克力赶紧合力 风与兵结合成了冰河时代 帮助道灵对抗夜王 然而夜王大手一挥 不慌不忙放出彗星 李赛鲁赶紧使出火山 现在所有人都拼尽全力了 只有麻苍叶还在神游天外 他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使用这土精灵 就在麻苍叶纠结之时 大量陨石好像流星雨一样 砸向麻苍叶等人 麻苍叶终于想到了 自己的用武之地 自己可以使用大地的引力 果然麻苍叶出招以后 所有陨石都处于失重状态 再也不能攻击了 道灵等人也终于有了喘息之际 可这时候夜王又使出了 超新星爆发 当恒星进入晚年的时候 就会经历超新星爆发 如果恒星的质量足够大 超新星爆发后的恒星 就会变成黑洞 黑洞的强大引力 可是连光都无法逃脱的 夜王说 如果大家的灵魂被吸进黑洞 就再也无法出来了 麻苍叶不信邪 他就要用大地的引力 与黑洞一决高下 但九年异物质教育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引力 能赢得过黑洞 好在这里是通灵者的世界 通灵者的力量 全都取决于内心 所以只要大家的心灵足够强大 就肯定还有希望 而就在这时候 万泰搭着列车突然出现了 夜王定睛一看 来的不只是万泰 还有龙哥 法斯特和爱丽莎 麻苍家族 道家族 霍洛家族 巧克力家族等等几乎所有人 他们都乘坐法斯特开的灵魂火车 浩浩荡荡赶来 甚至就连巧克力之前的同伴和父母 以及李赛鲁去世多年的父亲母亲也都赶到了 这不由得让孤单多年的李赛鲁泪湿眼眶 夜王见此景景真的震惊地无以复加 五大战士就算了 这些人怎么也来了呀 夜王看着这庞大的后援团 气不打一处来 到底是谁在幕后让这些人来的 不管来多少人 我都会一个不慎地干掉 这时候远处又来了一群飞车党 为首之人正是跑车公司老板马尔克 他带着同伴们驾驶着 总计五十个气缸的激动天使赶来了 毕竟这么劲爆的事情 怎么能少了X-Lawes的大天使呢 而且就连莱海特也回归了X-Lawes大部队 他和祖众女真的已经在一起了 为了之后没羞没少地幸福生活 他可不能让夜王把世界毁了 他驾驶着巨大的天使蓄力开炮 竟将霉灯的石雕像射了出去 雕像靠近夜王的时候 快速裂开 马修的神之拥抱 这并不是一招攻击技能 而是一招将爱洒满人间的招式 可是下马修还没来得及接近夜王的时候 拉基斯特出现了 他叮嘱大家不要离夜王太近 要不然会被他的黑洞吸过去的 拉基斯特也恳求夜王不要再与众人为敌了 还是用通灵王的力量让这些人重返人间吧 随后夜王的老部下们也都纷纷站了出来 他们希望夜王可以将无辜的人送回人间 他们自己甘愿留下陪着夜王 小黑炭更是一头扎进了黑洞里 他说自己要变成星星 永远陪在夜王身边 结果就在小黑炭要进入黑洞的一刹那 夜王把黑洞关闭了 他真的不忍心看到小黑炭死在眼前呢 剑陀罗的沙体也出现了 他为夜王带来了一位老朋友 以破千代 夜王震惊了 他喃喃地问着 这些年你在哪呢 以破千代告诉夜王 自己一直陪在夜王的妈妈身边 和夜王找了千年的妈妈待在一个领域 这话简直让夜王差点失控了 自己的妈妈早在千年前 就被那些可恶的人类烧死 灵魂也完全没有一点下落 自己寻找了千年都一直一无所获 这怎么可能呢 可以破千代却说 夜王妈妈的灵魂其实一直在他身边 但夜王的心已经被愤怒和悲伤控制了 所以是他自己疏远了妈妈的灵魂 夜王听到这些话难以相信 这怎么可能呢 他向四周发问 这灵魂列车是不是猫幼古宗搞出来的妖格子 这是泥人魔像出现了 安娜从魔像里走了出来 他说古宗不会来了 因为他不会再与夜王战斗 夜王十分不理解大家现在的操作 他让安娜给他解释 安娜却说 夜王你不是会读心术吗 为什么读不出我心里此时所想的事情呢 其实在成为通灵王后 夜王已经失去了读心的能力 以破千代说 这是因为成为通灵王的夜王 已经没有必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而且现在的夜王 其实是会围绕在大家的善意之中 现在的夜王已经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变成了那个心地善良 灵魂纯洁的人 心地善良和灵魂纯洁这两个词 怎么可能用在形容夜王身上 就连夜王自己都愣住了 安娜说 夜王能看到已破千代 就证明已经从仇恨和悲伤中解脱 其实当面对这么多善意的灵魂时 夜王就已经不自觉地屈服了 所以现在夜王就可以看见母亲了 随即超鬼和夜贤等人 推着一辆小木车走了过来 车上下来一位温婉的女人 夜王终于看到了 朝思暮想千年的母亲 只是这母亲的外貌 怎么跟安娜非常像呢 妈妈按着夜王的头 代替夜王对着大家鞠躬道歉 夜王尴尬坏了 他随即就像小孩一样 拾起了小性子 妈妈明明是为卑劣的人类害死的 为什么要向人类道歉 然后夜王就挨了妈妈一巴掌 他的童年终于完整了 妈妈说憎恨别人就是憎恨自己 只有选择宽恕 才能让自己获得救赎 妈妈随后就将夜王抱在了怀里 马三爷等人看着都不禁哑然失笑 夜再次喊出了哥哥 他现在是真心承认夜王这个哥哥了 不过夜王的傲娇病发作 他让夜他们少套近乎 自己可是通灵王 人类生杀予夺的权力 还握在他的手上呢 不过就先让人类再活一段时间 看看人类怎么做吧 夜王随后就带着 刚出现的十几丝等人消失了 七年后 地球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人们也都过着平凡安定的生活 马苍叶的儿子马苍花 正跟龙哥一起站在街边等人 突然 一个满脑的白发的大叔 将一张大脸猛地凑到马苍花跟前 马苍花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挥拳将那张大脸打飞了出去 果然 安娜的儿子像极了老妈 打完了人 马苍花才发现 李赛鲁和巧克力正站在街边 他才反应过来 刚才自己打的是货落呀 没多久街边来了一辆马车 道连抱着儿子走了下来 如今的道连长发飘飘帅气逼人 站在哪都是人群的焦点 只是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他怀里抱着的儿子身上 小孩的发色和铜色跟眉灯如出一辙 道连还真是厉害 居然把眉灯取到手了 马苍叶夫妻也终于周游世界归来了 叶虽然已经是成年人 但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在机场下个飞机都能迷路 而安娜则几乎长成了叶王妈妈的模样 马苍叶的归来受到了儿子的热烈欢迎 这里也只能感慨 马苍叶和安娜他们对生孩子这事 都太急了点吧 时隔七年 众人齐聚一堂吃吃喝喝玩玩闹闹 虽然大家长大成人了 共同经历过生死后 大家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不过真的要吐槽下 巧克力长得也太惨了吧 此时一袭红衣的叶王站在屋顶上 微笑着看着房间里玩闹的众人 目然间他又看到了一旁的猫幼古踪 看样子 两人又能一起旅行生活了呀 通灵王的故事虽然到此结束了 可麻苍花等人的冒险却刚刚开始 虽然世界日益崩坏 人心也日渐衰败 可只要有这些通灵者在 就必然会努力将跑遍的世界 揪回正轨的 我是黑白 再见